很多人明明不胖,看起来却虎背熊腰 其实肩颈线条和背部线条是关键 溜肩,后背,甚至是粗粗的手臂 都会让上半身看起来略显粗壮 甚至还会影响体态,造成驼背,肩颈酸痛等问题 跪圈不少女明星,放普通人中已经是完美身材了 但一上镜就给人间宽背厚的感觉 典型的比如张鱼起,从背后看整个上半身很臃肿 连他本人自己都吐槽,自己是胸襟宽广之人 所以俗话说得好,背后老十岁 大家看看下面时尚达人的造型就能发现 驼背,背部厚实都会导致整个人的气质大打折扣 不仅穿衣受到限制,拍照的仪态也会受到影响 同样的,跪圈也有女明星,虽然总是被吐槽 身材不够纤细,但因为优越的肩颈线 整个人看起来真是仙气十足 博主说的就是杨子,身材一直忽胖忽瘦的杨子 最近让人感叹他真是瘦了 亮相某时尚盛典时 身穿一席白色香钻蕾丝漏肩礼服 完美的直角尖搭配纤细修长的薄梗线条 整个人的仪态也特别优雅 看看生图,完全没有照片嫌疑 果然忍受了,不仅能变美 细致也飙升了好几个台阶 难怪他也爱上了漏肩单品 近期亮相好几场时尚活动 几乎都是选择了泡泡秀结合一字领设计的小白裙 无需任何繁复赘事 温柔甜美中带着小性感 风情且不艳俗 看看这无瑕细嫩的美背 线条流畅,没有一丝的坠肉 一侧身,一头足显得身体轻盈 所以背薄,对于上半身的线条美感起着很大的作用 除了背薄,完美的天鹅井 也是优雅仪态的标志 而近期因为综艺节目舞蹈声 引起热议的金陈 就是典型的天鹅井代表 她的颜值虽然在桂圈不算最出众的 但因为常年跳舞 同样拥有流畅的肩颈线条 而且比例非常好 平直的锁骨真是让人艳羡 拥有了理想中的漂亮脖梗线条 她驾驭其抹胸礼服就比别人多了一份大家灰秀落落大方的气质 最近的年底各路红惨 她就开启了持量杀人模式 柔雾银光沙群闪烁 郑红抄场里群衬托大气端庄 明艳动人而不落俗套 竟显出挑戚质 她参加直播活动时 还被主播现场凉脖子的长度竟然有14厘米 加上这身材 真的是绝了 金陈从小学舞蹈 能拥有这么好的身材和仪态 和她多年的舞蹈练习生涯绝对是分不开的 虽说咱们现在开始学舞蹈 可能有点来不及了 但我们可以每天抽时间 练习下面这几组以芭蕾舞动作为主的高强度手臂 开肩运动 坚持一段时间 就可以练出漂亮的天鹅颈 直角尖和鲜薄的美肺了 1.天鹅臂上下伸展 建议运动量30个为一组 每天做二组 将双手手臂手肘微曲起 向外打开 接着双手手臂来回向下摆动 就像是天鹅展翅那样 不用快 但是要感受整个手臂的湿力 运动时保持肩膀下沉 不要耸肩或驼背 另外腹部核心要发力 2.天鹅臂向外伸展 建议运动量30个为一组 每天做二组 双手的手掌向外 曲起手肘成W字形 接着将手臂向外推 这个动作也是一样保持肩膀下沉 步步核心施力 可以运动到肩膀及手臂根部的肌肉 不仅对于开肩 瘦手臂有效果 也能消除肃乳 3.天鹅臂向后伸展 建议运动量30个为一组 每天做三组 上半身挺直 将双手自然打开 并且向后伸直 接着双手开始往外向上抬起到最高处 来回摆动 动作保持上半身挺直 不要太腰驼背 另外腹部也要发力 手臂要维持伸直状态 4.手臂开合 建议运动量30个为一组 每天做二组 双手握拳 高举在胸前 约乘90度直角 接着向外 将手臂打开到最大限度 动作保持双肩下沉 腹部维持发力 感受肩膀及背部的伸展 5.开肩伸展 建议运动量 每次保持30秒 每天做二组 双手高举过头之后往下 以一只手拉住另一边的手肘部位 进行肩颈伸展 动作注意肩膀下沉 保持肩膀不动 坚持30秒 当然啦 运动是需要长期坚持 才能看到效果的 但其实呢 直角肩不一定非得练 还可以凹出来 很多女星都会这一招 一分钟get直角肩 吉美们可以试试 中楚希的直角肩大法 真的肉眼可见不一样 拍照什么的很好用 step1 抬头挺胸 肩膀自然下沉 step2 找到肩头一块前凸的骨头 一直往上抬 总肩 然后向后转 step3 找到脖子与肩头中间位置 然后下沉 不过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 这一招只适合拍照 凹到行用 不适合作为教程之类的 长期练习 如果长期这样的话 反而会练出富贵包 拜拜肉哦